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我们继续先来关注巴西的 里约热内炉暴雨量灾 从周日开始连续的豪大雨 引发了水位暴涨还有土石流 那么目前我们知道 已经至少造成了78个人死亡 画面上你看到民众和力 从瓦砾堆中抬出罹难者的遗体 而且周围全是泥泞跟碎裂的建筑砖瓦 不少民众的家园已经面目全非 而由于这几天 里约热内炉北部山区降下大雨 当地的贝德罗保利斯三个月三个小时的雨量 更是下了等于一月份整个月的累积雨量 突如其来的大水冲进了市区街道 导致大约有80栋的民宅受损 还有将近400人是紧急的撤离 那么现在随着灾情不断的扩大 当地市政厅也紧急宣布进入灾难状态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